不管是山川景色 也是人文方說 透過藝術家的菜筆和創意 拿雞尼鄉留下一百還有一百精彩作品 不一定有後來提供到雞尼鄉的觀光藝術家達 這也是雞尼鄉公所基本 第一次的雞尼藝術家的最大意義 用他們筆觸呈現在他們的畫布面頂 我們希望藝術、氣息、文化、融入我們的觀光 我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來邀請到我們全國國地的雞尼鄉的雞尼鄉 其實除了一般國際上看到的風景以外 還有它屬於人文跟地理、地方環境更好的一個部分 我們希望藝術家的活動透過來自全國的 甚至還有來自海外的藝術家來把雞尺的美好 讓更多人知道 在雞尼鄉公所和飯店劍者的大型安排之下 包括來過總共四十幾位的地名藝術家 在雞尼鄉待了一禮拜 為配雞尼鄉來美麗三川人文經社 讓這些藝術家都感覺很難得也真有意義 透過這次雞尺鄉的藝術季 來到這個地方 發覺哇台灣真的是很多美景 都集中在這種中部的地方 而且以此這邊我發覺周圍的環境 感覺都還是很純樸 來了以後進這個飯店非常溫暖 照得很好 第二我感受到在埔里這邊畫畫的藝術氣息 在我全國性旅行當中是最高的 不過這個雞尺是第一次來這邊 我覺得很棒 就是遇到了很多新的朋友 然後也跟老朋友見面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能提升不僅是產業 而且加上文化藝術的部分 來做結合 提升我們南投縣的一個觀光 以此走入以此之後才發現 很多很多的景點 都是適合這些藝術家 來畫現把那個美感呈現出來 來提供給我們的這些鄉親 以及我們全國的民眾知道 由海底香港所基盤的海底劇宿 經過一禮拜的時間 可以說是民主情緩 感覺比不是當中 所以外交人都答應 留下一個作品 給飯店來收藏 未來海底香港所也結尾 將在鄉山UK中心 來基盤上關為電 記者檢本山蔡宏報道